《野谈必色如必见》作者蓝月 与现代人谈必色如必见如同把古董拿去快餐店 匆匆人来人往,先有人关注它的价值所在 当所有的社会氛围、电影、电视、网络、报刊甚至连路牌广告都充满着情色的因素时 人们在麻痹中司空见惯,随波逐流 误以为这是社会潮流或是人的正常行为方式 殊不知最终伤人伤己,一患无穷 中国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 圣人先贤们世代传习着做人的道德准则 万恶银为首,把男女之间的不检点轻浮放荡,搔手弄姿,卸侠虐戏 都视为败坏人伦,不知廉耻的行为 即使正常夫妻之间也应相敬如宾,相成若有 仔细浏览海外证券网的传统文化栏目 你会看到不同朝代的不同史集 不约而同地记载了许多劝人闭塞守德的故事 有的人拒绝美色的诱惑,守住德行操守而命改服长 或高中榜守,或严授增财 有的却因行淫戏谑而被夺取命中本有的功名与富贵 或郁郁而终,或及时悔改尚为不晚 闭塞如闭剑,讲的是明朝一个叫吕青的人 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女 到三十岁时贫穷到极点,两个儿子相继死去 有一天,吕青忽然暴毙,原来是他已过世的祖父 有意恳请明王把他暂居到阴间去看一看 并气愤地对他说 我们家两代积善,你命中该有巨万的财富 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 福报都快要折尽了 我恐怕你会真的犯下邪淫恶事 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四就没有指望了 吕青辩解说,他也知道奸淫别人妻女 会得到绝似的报应 所以他只是局限于谈论或偷窥而已 并未真的犯下实质性过错 旁边的民官告诉他 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 天神会如实记录申报 生怕隐秘或漏掉人的一丝一念 阳世间的法律太宽松 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啊 过了一会儿 鬼族们带了许多犯过邪淫恶罪的人 让冥王发落 听到有人因此而便乞丐风雅 有的便娼妓眼瞎 有人两世为牛 有人十世为猪 吕青下得毛骨悚然 民官告诉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 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 而失去人生 应该要闭塞如闭剑一般 吕青被放回阳间后 从此尽力行善 并把阴间的所见所闻刻印成文 又已警醒世人 十年后终于改变了命运 连续生了两个儿子 而且家财万贯 非常富有 现在人可能知道色子头上一把刀 伤身伤命 却很少人注意到人生的其他方面是否与之相关联 比如你的生活幸不幸福 质量如何 仕途是否通达 财运是否旺盛等等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不仅不能做坏事 还不能有恶念 举念神之 暗示慎读 孔子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文明本色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然而自邪党篡权统治大陆60年来 历次运动中把正常人的理念彻底打乱了 传统文化批评为封建礼教 党魁特权阶层带头淫乱 声色全马 社会风气与日俱下 由于人败坏的观念与行为 造成现代人各种奇奇怪怪的疾病 与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 所以摆脱党文化与邪灵附体 回归传统道德规范 是势在必行的趋势 退出党团队等一切相关组织 解体中共才会有美好的未来社会